您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书不要麻烦,咱们呀,闲言少叙是直奔主题 接着聊着金川之义,咱们继续还得聊聊这钦差大臣乐钦 既然呢,这第一次金川之战最大的一次战役是他指挥有误而导致了这朝廷的失败 咱们逮着这蛤蟆呀,最好就把它攥出脑袋筋来 对喽,咱们把这个乐钦乐中堂啊,讲死算,说到这个乐钦的结局啊 那当然了,有这个咎由自取啊,和这个活该的成分 可是啊,这里边要是细品起来,这乾隆皇帝也有失察用人不当的责任 实际上的乐钦最后走到了当营备展,伸手异处的地步啊 和这个乾隆皇帝在用人上是有关系的 那么是选择上的问题吗,是用错了纳钦,那倒不一定 实际啊,这纳钦后来在军营当中所犯极的错误 暴露出性格上的缺陷,那都是啊,这乾隆皇帝管的 把这个乐钦呢,往乾隆派 实际上就是乾隆皇帝对乾隆的主将张广司 发回来的停机奏报已然不信任了 认为这里边水的太多了,这个金川前线是不是上下棋手 欺瞒震攻我呀 这乾隆皇帝在明发亭记里边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有可亲大臣亲父刑监即可查明 君忠实情,据实入告 又可相机指示是早获结音 这里边啊,透着乾隆皇帝想了解前线真实情况可望的心情 再来呢,还透露出一点,就是派去的人呢,绝对是我的亲信 通常这话呀,在旨意里边的皇老爷子他不会明说的 不过这道旨意里边啊,那简直的已然扯明了 哎,什么叫做可信大臣呢?那不就是自己的亲信吗? 那自然就是这军机处首领大臣,内阁的首府,饱和殿大学士 这乐亲呢,乐中他,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个乐亲呢,可是完全是乾隆皇帝登基以后自己培养使出来的人 要说呀,在这乾隆皇帝身边,哎,通透和聪明的程度 不亚于后来的河山河的人 要说这人呢,他不怕历练,哎,就怕惯着 这一插把上来,乾隆皇帝就把自己这位爱卿捧的呀,哎,忽悠忽悠的 这乾隆皇帝的旨意当中啊,又说 朕向殷人而难得,与栽培成就得一二社稷之臣 为国家认识,此朕本意 即用乐亲为经略,无非与满洲大臣历练荣履 哎呀,这话说的呀,那就是无限高度了 哎,他说呀,他想得一二个社稷之臣 什么叫社稷之臣啊? 那自然呢,前面得加个字,叫宝舍纪之臣,魏舍纪之臣 那么这历史上谁是这样的臣子呢? 那无非也就是啊,开州的江上江子牙 这个历属汉的诸葛孔明 您看了没有,这前半句呀,他是目标 这后半句呀,重点来了 那么在镇心中谁是这样的人呢? 那就是这乐亲 所以说呀,我才封这个乐亲为经略 那意思啊,是让这个乐亲呢,好上加好 让他上前线去历练历练 在军功上啊,也有些长进 并且呀,这乾隆皇帝另外的小心思是说呀 哎,得历练历练这个满洲的大臣 那么说,这皇上既然啊,这么信任这乐亲乐中堂 那为什么还总把这个历练二字挂在嘴边上呢? 哎,因为这乐亲呢,他实在是太年轻了 要说呀,这扭胡了乐亲呢,他到底有多的岁数啊? 哎,咱还真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查被了史料啊,只有这乐亲的足年 哎,当然了,是被处斩了 哎,没有这乐亲的生年 但是吧,咱们这么算吧 应该就是和这乾隆皇帝要仿上仿下的岁数 为什么这么猜测呢? 因为这乐亲呢,在儿童时啊 曾经给这乾隆皇帝,哎,那会儿啊 还叫红利呢,做过这个半读的小书童 所以说呀,由此就可以推而出 这乐亲呢,和乾隆皇帝应该在年纪上啊 边边大,上下呀,差不太多 也就是说这会儿的纳青啊,还很年轻 这于是乎,这乐亲,乐中堂啊 就抱着乾隆皇帝天那么大的希望 以及满朝文武成功 羡慕嫉妒恨的眼光 哎,上了前线 要说呀,最难受的还得是这乾隆皇帝呀 把他送到前线不要紧呢 这乾隆皇帝呀,赏出去夺他的脸 翻过个儿来呀,就献了夺他的眼 哎,什么叫快,什么叫现实报 您就得瞅啊,这乾隆皇帝和乐亲这爷俩了 这乐亲乐中堂,哎,是六月初三到的这个前线 哎,到了这个钦差的行营 哎,当然了,咱们上文书交代过了 这钦差行营啊,就在这小金川的美诺军营 这里啊,本来是这个指挥金川战斗大帅张广四的主营 咱们上文书不是说了吗 这张广四有他自己的小心思 于是啊,就把这大帅的行员呢 哎,让给了钦差 他自己呢,移防到了卡萨军营 过了三天,六月初六 哎,这钦差大人呢,到了前线 会同那个卡萨军营的大帅张广四 共同勘察地形制定了西岭大战的攻略 六月十三以前,所有的作战部署啊,就已经安排下去了 兵将呢,已然就位 六月十四早晨,何英中将用霸早饭 哎,上马出征,一同征讨大金川 这战场变化瞬息万变 那什么叫快呀 哎,这仗啊,才打了两天 到了六月十六的时候 哎,就死了一名总兵啊 死了一名副将 还有一名副将啊,叫唐开忠 哎,身中四枪被抬回了营中 到了六月十八,这仗打了四天 哎,基本上啊,就以清军的完败而告终 这乐钦呢,蒙着脑袋呀 在军营当中大睡了几日啊 没办法,也得起来硬着头皮啊 得给这乾隆皇帝写奏报啊 您想想啊,这兵败的速度有多快就得了 到了乾隆十三年认七月 哎,这乾隆皇帝在京城 那可谓是离这战场啊 几千里地之外,哎,战报都收到了 收到了两份,一份啊 就是这个乐钦写的 这乾隆皇帝拿过战报来 一看呢,心就凉了 为什么呀,兵败不怕 这兵家嘛,那广打胜仗 那不是神话故事吗 所以说呀,打着一次两次败仗啊 乾隆皇帝倒不放在心上 关键是这乐钦呢 前言不搭后举,他自己已经慌了神了 这奏章当中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兵不够,还得增兵 哎,乾隆皇帝认可,可以给你增兵 可是啊,您倒是打呀 这奏折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呀 哎,先得把前线的兵撤起来,休养休养 乾隆皇帝想了,也行 关键是啊,马上到了九月份啊 这天降大雪之后,一封山呢 咱们这个绿营兵和这个土司兵啊 确实是攻不上去 所以说呀,还不如就等到来年呢 一鼓作气,再能拿下大小金川 可是他乐钦,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他不是,他说呀 咱们呀,建碉楼 这华人一听,什么呢,建碉楼 这不是这个金川藩蛮干的事吗 怎么官军也得建碉楼啊 这纳钦说了,咱们这招啊 叫以碉攻碉,咱们也建碉楼 把碉楼建在他的对面 这样呢,他们背后是大山 前边是我军的碉楼 这就相当于啊,把这群大金川的藩蜜啊 封锁的大山里边了 他们是前无两草啊,后无援兵 这么一来呀,活得皇上 嘿,三年 您给陈三年的时间,就能把他们围死 这乾隆皇你一听啊 退一万步说呀 这也不妨是个办法 那么这个乐钦你 是不是应该制定出来方略如何建碉楼 如何防守 你在那如何防御三年呢 嘿,接下来这乐钦这句话呀 完全触动了乾隆皇帝的底线 也就是说呀 可能就因为这句话 这乐钦乐中堂啊 这脑袋自个儿给自个儿玩丢了 这乐钦说呀 陈哪先回京复命 跟您呢介绍一下情况 等三年以后,臣再上战场 这皇上说哦 出了半天主意 你是给别人出的 你先回来 然后等三年以后 你再去上山摘桃子 夺取这革命成果 想的没你 这会儿啊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乐钦在乾隆皇帝心里 已然失宠了 皇帝对这位钦差大臣呢 完全持怀疑态度 现在这乾隆皇帝心里 对这个乐钦呢 无非就是或是重罚 或是处死 哎 这乾隆皇帝也很无奈 于是啊 就往前线又发了一道明照 这道明照之中啊 是这么样提到乐钦的 尽管金川穷寇 以国家全胜之力 何患不节 今年不节 不妨待来年 即搬滚 亦府邸游魂 不足介意 为师大臣如乐钦 其受恩非他人比 乃此次奉命经略 诸是错误 以至于此 输出意外 实难于措置 由此能看出这乾隆皇帝 到了这会儿啊 对杀不杀乐钦啊 还犹豫着呢 可是啊 一向以这个聪明伶俐 擅策胜意著称的乐钦呢 自己却没拐过这个弯来 一步步的还给自己挖磕 找死呢 咱们今天啊 只说乐钦 开头的时候 咱们不是说了吗 今天啊 咱们得把这乐中堂说死 所以说啊 这个书分两头啊 咱们单能表一支 像什么张广四啊 岳中旗这些支线啊 咱们只能明天再说 今天啊 咱们专说这位乐中堂 这乐中堂这会儿啊 那完全是这小面找火 慌了神 用句文言说呀 那就是猪油蒙心啊 吃屎迷眼 完全没了 往日聪明伶俐的劲儿 一心的拿着雪白的脖子 往那刀口上撞 到了七月下旬 八月初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就有意 让这个乐钦呢 和这张广四回京述职 说是述职啊 哎 实际上就是回朝廷 回京师 等候朝廷的发落吧 这张广四啊 咱们明天再说 今天咱们单说乐钦 这乐钦啊 接到旨意之后 他可没害怕 他觉得自己啊 那是皇上的人 皇上叫自己回去 一定是啊 想听自己 给皇上说点 那么贴己的话 哎 这回好喽 自个这个锅呀 就得让这张广四来背了 要说呀 在皇上身边的话语权呢 这张广四 他怎么也不如我呀 我是谁呀 皇上的发小啊 哎 朝里边的首府大爵士 哎 军机处领班大臣 不但如此啊 还兼着这个 力部和兵部 两部的差事 回去呀 他免不了 哎 皇上一顿骂 骂完了呀 他也就消了气了 我呀 该上我的班 上我的班 哎呦 这前线呢 我是可不能再来咯 于是 这德学是乐亲呢 就刷刷点点 给皇上 写了一封回奏 在我看来呀 这封回奏啊 每个字都透着 耗子舔猫鼻梁子 那完全是作死啊 而乃 一文诏著之旨 如获更生 并不请命留住 已代弑君 唯已入尽 得以将实在情形沉奏 待明遂再往军营效力 这皇上一听啊 好 你的 我这刚有个想法 你就要夹着尾巴望回 跑了 是吗 得嘞 我呀 不能趁你的愿 这皇上一遭玉指 哎 跟这个乐亲说呀 你先别回来了 这个仗啊 打到这种程度 你这个无省经略 钦差大臣 哎 是不是有责任呢 免去一切之嫌 在西路军中效力赎罪 有人就说呀 这乾隆皇帝这道旨疑啊 是为了保乐亲 哎 这张广四压戒回京之后啊 收到了公审 并且是御审 这乾隆皇帝在营台啊 亲自审讯了张广四 最后啊 给张广四定了一个斩力决 当时啊 这乐亲如果不在场的话呀 就没有对质 没有对质 就没有招对 所以说呀 到了后来呀 给这个乐亲 安了一个呀 不遵圣旨一屋战机的罪名啊 很可能啊 就不了了之啊 放了就完了 那么后来 为什么又把他杀了呢 那是因为啊 新派的钦差大臣 这钦差大臣呢 必须在军营当中杀人立威 那杀什么人呢 自然是啊 杀前次战役当中啊 导致兵败的众臣大将 如果这金川前线和谈了呀 可能这乐亲就死不了了 这有人不这么认为 有人觉得呀 这乾隆皇帝把这个乐亲 留到了前线军中啊 就是等到有一天呢 好把他呀 触展军中 以壮君威啊 是以敬效尤 所以说呢 今天咱们这段书啊 说到这儿差不多了 因为走哪条道 这乐亲呢 都已经被咱们说死了 至于这乐亲 乐中堂是如何被触展的 很精彩 不过呀 不是咱们今天该聊的内容 为什么呀 我准备呀 把这一次金川之战的 这帮混蛋的将领 还有这个上下针队之战 这群该死的鬼啊 怎么死的 咱们留到一集去聊 那多过瘾呢 这一集咱们广听咔嚓咔嚓 净杀人 得嘞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咱们明儿见 对 IDO 个人 并且 好